兩輛大型機具已經開到山上 在停車場待命 但遲遲無法行動 現在花蓮的雨是一陣一陣的 雨震也是不斷的 可以看到這種重型機具 已經部分進駐在沙卡蕩步道 準備待命 但是舊炮安全問題 正在評估共工事件 花蓮強震發生來到第四天 已經超過黃金72小時 時時連人數仍然維持10人 6日一大早 各單位集結大型機具進駐 不過因為天氣影響 餘震不斷 就怕吐石泥沙鬆動 會帶來更危險的影響 只好先待命 等待時機 那經過昨天的努力 包括我們各縣市聯合的 搜救隊伍 還有那個搜救權的努力 那麼已經發現 兩位罹難的人員 雖然巡貨 但還沒有救出全人身分 因此沙卡蕩步道 一樣是6人失聯 河人礦區1人 還有河流綠水露營區1人 國人8人 加上新加坡的外籍人士2人 4月6號11點前 總共還是有10人失聯 搜救的隊伍會 就這個失聯部分認真查詢 那有可能會透過警察單位 其他的單位來協助 那我們希望能夠盡快的 將失聯的 不管是外籍的還是本國籍的 能夠盡速的能夠找到 先輔各單位還有搜救隊員 一早也馬不停蹄開會 時事觀察天氣 而家屬也搭車來到現場 期盼能早日找到最愛的家人 TVS新聞 李明花 專海 玉蘭亭 花蓮 採訪報道 忙完你們的 忙完你們的 其實謝謝 心中的焦急已經來到最高點 沙卡當游信一家五口 至今仍有人失聯 母親一見到現場徐真衛 宛如找到福墓 拜託再拜託 任何一絲希望都別放棄 忙完你們的 謝謝謝謝 謝謝大家 拜託大家 雙手僅僅被握著 這是目前無助的心 僅存能依靠的 由姓男子母親和前一天 穿銅箭上衣 一旁緊跟著的 是男子的雙胞胎哥哥 兩人守著災害應變中心 就盼能有好消息 我們會盡力來做這個工作 我們很可怕 謝謝 跟著你跟著 因為我們平安 我們在旁邊也知道 我們收救權 很多收救人員 我們到現場去做 證後已經到了第四天 搜射大隊執行任務 卻因為碰上餘症 得一度暫緩 才能持續挺進 而4月5號證幕 雖然是救援的一大進度 卻也讓人看了相當心碎 就這個 這個有記憶了 在成堆落實中 巡獲了兩具遺體 從體型和髮型推測 應該是父親守著家中大女兒 但因為石塊實在太大 必須出動破壞工具 只能運用一旁 飄了木勉強撐起 和時間賽跑 趕快將人救出 一分一秒過去 實在沒想過 由新一家出的這趟遠門 回家之路 竟然是漫漫長路 背痛PO文寫下 我是花蓮地震 沙卡蕩步道 受困遊客家屬 地震後手機無法聯繫 看到新聞說 受困遊客已獲救 女兒卻不在遊客名單中 希望大家幫忙女兒集氣 胡爸爸字字句句 充滿交集 雙手拿著手機對鏡子自拍 她就是這回失聯的胡姓女子 21歲的她 4月3號獨自前往太魯閣國家公園 根據公布的對話記錄 7點33分還傳訊息報被說 自己在小錐路步道 家人回覆 應該可以照既定行程遊玩 7點50分 疑似在帕沙卡當步道的照片 55分時還說 完全沒看到遊客 不料3分鐘過後 發生規模7點2強震 再也沒稍來訊息 打開胡姓女子臉書 能看到她2號晚間 才剛換封面照片 看起來就是在花蓮海邊拍攝 聲音沒想到隔天就碰到天災 公車站台走下來 不到一分鐘 就是這樣啦 沙卡當步道的入口了 其實不少遊客 來到太魯閣國家公園 必造訪的就是這裡 不過除了影片中 搭公車更多人會選的是步行 就是因為位置就在泰魯閣遊客中心附近 出發後行進小追路步道 和沙卡當隧道 抵達沙卡當步道 步行時間約23分鐘 原路遮返能體驗 利物溪和沙卡當溪的美景 其實我自己超喜歡走沙卡當的 我來這邊好多次 夏天的時候就算是大太陽 也有很多的遮影 就會覺得很涼 可能是因為就在利物溪的旁邊吧 沙卡當步道屬於景觀型步道 步道平整 安全 設施良好 很適合全家大嫂一起走 或許也是因為這樣 胡佳人才放心讓女子一人前往 只希望最後燒來的是好消息 TV本新聞林玉珍 徐玉婷 花蓮報導 消防接勃車輛抵達 小朋友長者陸續下車 這一趟很不容易 花蓮發生7.2強震 他們是先前留置在精英酒店的民眾 救援直升機把握天氣狀況 將11名長者加上1名小孩 共12人優先撤出 抵達指揮中心 救護人員趕緊幫所有民眾健康監測 手機跟那個網路都打不通 所以很多朋友一直問 一直找消息 都看不到消息 一直問我們 擔心 好在沒事 大家終於能稍稍放鬆 而台八線中橫公路 因為地震受阻也持續搶通 把握時間 週六早上7點最新畫面曝光 公路局已經搶通 推進到東端172公里 九區洞隧道溪口以及溪端濾水河流間 克服余震邊努力搶修 就在搶通作業持續進行下 天翔孤島狀況也緩解 進一步來看搶修進度 目前已經搶通台八線158公里處 回頭彎路段攤防阻斷 以及天翔隧道溪口攤防等 排除零行落實後 週六早上10點先開放小行車往西下山 陸續開放天翔往台中 南投方向疏散 而公路局也預估台九線158.6公里 落橋阻斷將會在6號晚間6點 先提供小行車通行 以及台九丁線61.3公里 大片落實雙向阻斷 也將會在週六晚間搶通 將會是狀況往東推進 努力在週日搶通從九區洞 往天翔方向彈線 地北新聞綜合報導 重型機具不斷開挖花蓮發生 7點2強震後路段搶修或大樓拆除作業沒停歇 但週六開始又有封面接近 尤其週日到下週一天氣很不穩定 可能讓搶修作業稍稍增加難度 中部以北然後東半部地區南部的山區 以及外島的部分 可能雨勢上來講就會比較明顯一點點 氣象署說明這波封面 主要雨帶在北部海邊 儘管台灣確實受影響 但以花蓮來說 週六週日兩天 雨勢主要是斷斷續續下雨 但午後對流雲系發展 可能讓雨勢大一些 而中橫山區要嚴防午後雷震雨 也可能出現突然較大雨勢 清明連假過了一半 週六開始各地水氣也增加 北部東半部中部山區局部雨 而週日到下週一 全台降雨機率提高 容易有局部震雨或雷雨 對流性降雨也可能 伴隨瞬間大雨或雷擊和強震風 都要留意 連續四天降雨 直到週三慢慢趨緩 溫度方面北台灣高溫稍稍回升 但下週二開始風面遠離 東北氣風增強 北部東半部天氣轉涼 下週三北部東北部部分地區低溫 可能不到20度 週四之後才會回溫 天氣不穩定性大 還要關注而近期地震頻繁 截至6號上午10點 主震加上雨震已經發生604起 儘管山區路段陸續搶通 但這幾天若碰上降雨 可能增加危險 都要時刻注意自身安全 地邊新聞傳家張惠仙 台報道 0403花蓮地震 就連桃源機場捷運也受到影響 就在A18到A19站之間 出現了輕微位移 從高架軌道下往上看 肉眼能看到的縫隙是高架橋增縮縫 而就在這個位置內側軌道地震時被震到位移 A18高鐵桃園站到A19桃園體育園區站之間 軌道下緣結構位移兩公分 清查後發現下緣結構位移軌道部分受到拉扯 需現行調整校正但不影響安全 那我們立即啟動安全的措施 那包含降速等等 在4月4號的凌晨 我們針對軌道的部分進行現行的調整 針對軌道跟山軌的部分都做了修正 陶傑回應地震當天判斷無安全疑慮 減速通過該路段 4號清晨就調整軌道 列車用時速25公里和40公里通過都沒異常 就恢復正常自動駕駛 4號5號兩次檢視都沒有異常 同樣是軌道高架捷運的新北環狀縣 就沒這麼幸運 新北捷運環狀縣板新站到中原站地震後 梁柱未移 目前板橋站新北柴營園區站 開放單線雙向運行 但板橋站到大平行站都還沒有恢復 無法搭乘 九段區間暫停營運 目前開放環狀縣免費接駁車 每天早上6點開始18個小時 新北柴營園區站到大平行站 尖峰萬聚10到15分一班 新北捷運預估每天影響人數約3到4萬人 有民眾抱怨平面塞車沒准點 上半時間還會再加開板次 特別新聞 羅氏鵬早上人桃園採訪不到 小小聲音在巨大石堆中來回穿梭 甚至把頭往石堆裡猛钻 不斷復復在這腰尾巴讓搜救人員燃起一絲希望 你往你的後面看 我們這個位置狗的反應很強烈 我們想說先徒手挖挖看 把小人 郭美多久真的找到罹難者 這隻身形嬌小的捷克羅素犬Wilson 儘管沾滿一身砂石泥土 還是繼續堅守崗位任務 在搜救任務中一馬當先 找到罹難者 我們去到現場就是 已經有聞到一些就是 大體的 然後我們就再去做狗狗的定點缺人這樣子 強震帶來的嚴重災情 華蓮縣消防局特搜隊派出汪汪隊協助救援 共有Wilson Hero Fancy三名成員 其中Wilson是林犬員曾景玲的搭檔 去年12月才剛通過IRO終極評量認證 首度出勤馬上立功 只是我們一般平常就是訓練 就是練習去找有生還的人 就是他是還有呼吸的 對 然後昨天那個是他已經是罹難了 比起先進的機具儀器 搜救犬也有其他無法取代的優勢 對他來說 勾勾是上帝帶來最好的禮物 這次成功找到罹難者 是華蓮特搜隊重要的里程碑 其他搜救犬也相當努力 隨時待命準備下個階段的任務到來 TV的新聞裡明慧中海日藍亭 花蓮採訪報導 前往酒區洞救援 得留意隨時可能都會砸下來的落實 有人受傷 有人受傷 好不容易進入嚴洞 看到大家都安然無恙 救難人員好開心 但其中一人手部骨折 腳也受傷 無法行走怎麼辦呢 你放鬆 你放鬆 斷了 還是那個啦 毛巾比較好 認出來了嗎 利用樹枝與頭戴製成背負工具的他 就是曾在八八風災時 救出上百名村民的家務四英雄之一 有 有多前頭 有多前頭 好 走 幫你走 而話不說他背起受傷的民眾 一步步走出災區 這趟路真的是處處驚險 因為餘震不斷 猛然砸下來的落實 有時真的讓人無處可躲 那個石頭從來 到去 地名嗎 就很大 沒有地方跑 走到水溝 水溝 是當今後面的弟兄男 八八風災時 霧台家務村的對外交通壽主 他與部落其他三名青年 徒手巨樹挖土 開闢出停機坪 協助救出135名的老弱婦孺 被封為家務英雄 加入屏東特收隊的他 這次是準備回到部落前 接到花蓮強鎮的訊息 立刻反對趕到花蓮救災 包括天王新大樓 以及中橫公路的搜救 都一樣恐怖 那當然我們是一樣不變的心 就是有人受難 我們就哪裡去 秉持這樣的信念 哪裡有難哪裡去 滿滿的熱忱 也讓他看到更多的人性光輝 就讓英雄們 都這次都 大部分都集結在這裡 還滿感動的 在主辦的那個夫妻有沒有 他們從屏東 特地來到花蓮 組給大家 是讓我們可以溫飽 TVBS新聞花蓮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